杨蜜又近日受邀出席时尚活动 为了红毯 他特地挑选一件月18公斤的礼服 直接流出的影片中 杨蜜换好礼服后 已经双眼无神坐在地上 之后他拖着又重又长的裙摆 走向会一场 一路一直哀嚎好好沉拿 走不动了 甚至在电梯里累到两次面壁 拼自查已经走了800公里路 不过尽管裙子相当重 但在镜头前杨蜜状态依旧完美 让人相当佩服 众人看了纷纷留言 30斤的裙子也不影响杨蜜在红毯 大杀四方 关于女明星不容易 但是好美啊 发明曝光立刻引起热议 请按赞 订阅赞 订阅